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耀佳光红集团的吴家 在身边我的同事Mika 大家好 早两天刚刚结束了NVIDIA GTC的秋季发布会 都很长 差不多两个钟 你也有看到吗 我也有看到 这一集 我自己觉得今次的发布会相对来说 就比较没那么惊喜 其实主要是发布了一张新卡 就是最新的RTX4000系列 那张卡的最顶级那张 那个版本就是4090 也新高了 售价就是1600美金 其他4080就卖1200至900美金 当然 为什么我会觉得今次GTC 没有那么惊喜 因为其实你也很预计到 它所有新的东西一定会又快了又贵了 功能上越来越强大 如果就这样看的话 其实你看这些浏览的话 基本上打游戏性能就升高了两倍 差不多两倍 如果是专门做RTX的游戏的话 就可能升高到四倍 这些都是比较预计到的情况 我想细细地再去看看分布图 如果你见到AD102 就是质的代号 就是做RTX4090 最新的一张 就是最顶级的一张 你见到它的Couda的Core 其实是有差不多18000个 整体的Size 面积 其实已经去到差不多600mm大 这张是这么多游戏里面 这么多游戏里面是最大张的 那一粒芯片最大张 这个也是为什么整粒芯片 是最贵的原因 它现在卖是$1,600美金 下面那些好像AD103 104、106和107 基本上就是一些缩细版 你所见到其实缩细版的话 你见到Size 是小很多的 你见到DaiSize 其实都是379 Couda Core 也是差不多少一半 就是本身有18000个 去到10000个 你问我 其实你见到它的差距也很大 你见到102是有18000个Couda 接着103就剪了一半 去到10000 接着104只有7000、8000 接着106就是4000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布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其实基本上 102如果你是卖给Gamma的话 其实成本是相当贵的 因为你制造成本 弄这么大一粒Dai 其实你去到1,000多美金 1,000多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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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基本上都是 可能它的margin是很低的 所以AD102除了打机用之外 其实基本上它是有另外几个用途 它是会做一个OMLiverse 即是说是这个 在cloud上的OMLiverse version 叫L4 另外也会做一些 这叫做 绘图Graphic 即是专制做Professional Vision 就叫做RTX6000 ADA Generation 是共用同一粒Dai 所以其实AD102基本上 它是一粒晶片 是有三个不同用途 它将在云里面用 Data Center用 亦都会有专业的绘图 那些软件用 都是共用AD102 所以你看到它很明显 是大粒很多 亦都很明显是成本贵很多 所以如果你就这么看 如果你问我这么多 芯片里面 哪个最划算 的确来说 反而最顶级那张是最划算的 因为它的效果 对比上一代 是升了差不多86% 但是价钱 只是升了7% 所以如果你说 那么多张里面 其实4090 即是AD102 其实真的是最划算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要买这个顶级的 即如果它不是卖给Gamma 不是用RTX4090 买给你的话 它用RTX6000 买给你的话 上一代 即不是这只ADA 其实都卖差不多4万元 同一粒芯片 如果它卖给Gamma 它只是卖给你 差不多1万2元港元 如果它是卖给专业的 绘图员 那些绘图软件公司的那些 机器的话 基本上是卖4万元港元 如果它卖给Dia Center 我认为RTX4000 我认为RTX4000 这个就是正正NVIDIA 其实出这粒芯片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目标 就已经不是为Gamma 是为绘图 和OmliOS 即是在云里面的信体用 当然它也可以买给Gamma 但是它的模拟率其实是低 相当之多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为什么 其实现在在做PC的生意 在Laptop的生意 其实相当之难做 因为大部分Gamma 买那粒GPU 其实是一个消费品 不是每个都可以买到一个奢侈品 你不是每个都可以拿法拉尼 每个都不是买Hermas 所以其实消费品来说 对一般的大众来说 是比较难去增加价钱 但是相反你的GPU 如果是买一些叫做工具 或者是叫做 是用来做工具的话 其实就变成一个投资产品 即是公司可以买一个更加有效率 更加快的工具 它可以用这个生产力 提升生产力 就可以赚到更加多的钱 所以它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去定价 贵很多 你看到差不多相差四倍价钱 刚才说了 Omliverse 是NVIDIA 的另一个 整个发育报会里面 说得除了Gamming 说RTX这些4000 CIVIC卡之外 其实花花相当多的时间 说Omliverse Omliverse 是来自NVIDIA 第一个 已经是推出的 一个SARS的产品 就是说所有的 这些芯片 就是刚才所说的 AD102的芯片 其实是可以 在这个Data Center 做Omliverse 就是说所有的人 可以遭用 买一个订阅基金的方法 去遭用 你现在已经是有免费的 这个服务 是NVIDIA 第一个服务 去做一件事 所以其实NVIDIA 现在很明显 在转型 由一间 硬件的芯片公司 转型到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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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到软件公司 转型到软件公司 这个是有几个好的优势 这件事 就会令到 每个客户的成本 降低很多 因为订阅基金 如果你要就每间公司 可能有几个同事 每一张卡要卖4万港元 其实你 只是买一套 硬件或芯片的话 其实每部同事 一部电脑 可能差不多是10万 你买一部顶级的iMap Map Pro 其实都可以去到 很夸张 10万20万一台 这一间公司 只是买硬件 差不多整个百万 现在它的 订阅基金的好处 就是什么 它的服务 其实可以有一个免费的版本 每个人是免费 可以给你私用 如果你是商业 基本上就是一个 月费的形式 年费的形式 好像是9千元美金一年 但已经包了两个币 就有10个订阅者 这些好处是什么 你只要是一间公司 可能你给个年费 给它9千多元 大概是6-7万 但你除开每个月 其实就是几千元 你就可以有一间同事 就可以用 你都不需要担心 硬件的问题 你就只要连上去 Data Center Data Center 就会有所有的 支援软件 软件等等 这个是一个新的模式 就是NVIDIA 对于NVIDIA来说 是一个新的收入模式 就是一个收入做法 就是对于公司来说 其实它 首先成本会便宜很多 因为人人 不需要每个同事 都每一张 买一个最顶特的卡 对于一间 使用者的公司来说 是会令到 它的货币 是不需要一开始 一大头的 利用货币大很多 即是如果一开始 一间新的公司 你可能只要买 你已经花了大部分的现金 而这件事 就会令到很多 如果没有那么高现金流的公司 它可能买一个最基本的 9000元年费的币 可能就已经可以 每个月几千元 就可以成事了 你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不断加币 即是如果你的业绩做得好的话 你不断加多些币 所以变成这件事 可以很flexible 这个也是cloud的好处 就不需要 担心那个 elicial cost 当然如果你的 可能发展没有上进了那么好的时候 也都可以慢慢去减低 可能你就减低一些币 所以这件事 是令到所有 做这些生产力的公司 即做这些 OMLiverse 做一些软件 或者做一些3D的公司 很容易就会 形成到一个产品 以及这些产品 是相当之顶级的产品 以前可能你就要去买一堆 Hardware做这些 现在其实你就有一些 很少的工作坊 都可以做到 NVIDIA 是大大 降低了整个 投入 OMLiverse的门夹 而对NVIDIA 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NVIDIA 它本身 它要卖很多 这些硬件 卖这些硬件 卖这些硬件 不是个个人可以负担得到 现在的成本 就由NVIDIA 或者一些cloud公司 承担了 而它们就再出租 这些机器 所以其实 这些机器的使用率 比以前高很多 因为你放在cloud 基本上是24.7 总之没有人用的时候 它就不断给订阅者用 有人用的时候 它就才会霸佔到时间 如果不是的话 你每个人 放在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机器上 其实你放空的机器 就不用了 所以这些机器的使用率 平均算率 应该会比以前高 3-4倍 10至近高 对于那些云的公司 其实就会看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我可能买很贵 可能跟NVIDIA 买3-4万元卡 但其实我只要出租 之后租回出去 其实是很容易 就可以赚到钱 有点像抗机的概念 只要你又不断 可以在用这些机器 产生到一个收入 你就会不断租更多的机器 卡的公司 就会容易些 原来有这么多人用Omniverse 它就会再向NVIDIA 再下更多彈 所以整体来说 是会令到整个使用率提高了 而令到它的弹性提高了 所以这个就是Omniverse 另外Omniverse 它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是在Cloud 基本上 所有人工作的时候 就不一定要去恶公司 所有你的沟通 你不同的同事 大家只要好像开个Zoom 开个VM 你只要关注到Cloud 其实基本上 大家所有的File都在上面 所以其实更加方便 那些Web from Home 或者是跟很多不同的Partner 去交换这些File的时候 就可以很容易 在计划上面做得到 这是一个整体的发展趋势 就是未来关于这些3D 或者Omniverse 或者一些人工智能 因为那些其实用得相当多算力 而你不可能每一间公司 每一个同事都会有 这么强算力的电脑 而将它们集中放在Cloud 令到消息率好很多 NVIDIA 为了一件事做了很多 叫做GDN的东西 因为你3D效果 其实需要很高速的 低延时的效果 和很快的电脑 NVIDIA 其实基本上 就在差不多100个 region 已经提供了 Streaming 服务 所以它是帮你买了很多加速 如果你的地区 不是一个很高的网络 带宽的地方 它都会有最近的GDN 会和你做一个加速 所以令到你整体的体验上 不会太差 而这件事 对比他们的竞争对手 例如AMD或者Intel 问题是什么 AMD和Intel的模式 都是主要是卖芯片 而不是提供一个Surface 当每个人 即是公司习惯用这个 subscription base之后 其实基本上 就很难再转 这件事就是 现在在PC和Laptop 低潮在这里 就看哪间公司可以突破 或者可以寻找更好的解析 去过到这个难关 这是一个挺好的解析 还有我想说 这个Omniverse的芯片 其实是可以 跟现在NVIDIA 做的GeForce Now 其实是同一套系统 即是什么呢 NVIDIA如果没有人用 这个Omniverse 其实是可以被人打机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 Cloud Gaming 其实是同一件事 所以这个系统 其实可以说是 在生产力来说 它可以做一些 刚才我说的 Omniverse 绘图的东西 3D 的东西 没有人用的话 它其实可以一样 去超过订阅 卖给很多 现在打电机的Grammer 它们就不用买 最顶级的RTX4080 4090 直接像NVIDIA 开个GeForce Now 帐户 其实就可以用到 即是变成它的功能 就是它的功能 就有很多 没错 所以其实我说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策略 就是它可以令到 所有要买显示卡的需求 变成一个Cloud 而所有用的人 只要是用多少 给多少 所以它是可以很充分地 用完它的所有的Display Card 而可以大大地 将成本降低得很重要 而它也可以同时 保障到一个 这么高质量的3D效果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亦都是这样 其实NVIDIA 不担心它的AD102的chip set 卖的销量 基本上如果你卖不到 它就自己买回来自营 或者它自己不自营 我相信有很多Cloud公司 AWS 和它合作 Microsoft 和它合作 去买这些芯片 再出租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financing的方法 很聪明的做法 另外就是有讲到 关于AV駕駛的 就是讲到有新的芯片 在2024年叫做Sovado 这是一个新的芯片 它本身是有一个 Atlant的芯片 被它改变了这枝芯片 这枝芯片 是会取代刚刚才出的Orient 有差不多接近8倍的升幅 Tops 由250到2000的Tops A 粒芯片的特别之处 就是它会在单一芯片里面 它会有很多的VM 就是说它可以一粒芯片 分割为很多不同的虚拟芯片 简单来说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减低成本 会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如果我们就这样看 一粒芯片的设计 你看到一粒芯片 只有单一粒 这个在Orient 车载芯片来说 是没有这样出现 通常车载芯片 就是有两粒 它有个takeover Fail的时候 它就会令一粒芯片 它就会取代那粒芯片 去形成一个保护 我相信NVIDIA 这样的设计 原因是因为 它会将两粒芯片 就是在物理上面 就粘在一起 但是它会在供电模组上面 会有一些叫做duplicate 也会有一些分割在一边 就可以令到它这粒芯片 去模拟到两粒芯片的最多 当它需要多少算益的时候 它就可以很fastable 分割 好处是什么呢 现在你看到 现在蔚来那些车的flop 其实差不多要买四粒 买四粒芯片才得一千个flop 现在它就会是 可以将四粒芯片的成本 压缩到一粒芯片这样做 而它的总体算力 还要比四粒高一倍 去到二千个flop 对将来L4以上的汽车 它的製造成本是会便宜很多 我相信它这样的思路 是会令到整体的成本便宜很多 而这件事也是新加了它的 Transformer的引擎 我们说Transformer引擎 现在基本上是很多新的AI的模特 需要用的FB8的计算 这是它的新的产品 在GTC里面 另外就是关于NVIDIA的 产品的结构 你看到其实如果大家 就这样看整个发布会 最大的分别就是NVIDIA 其实浪费很多时间 讲的是它的Solution 或者SDK 基本上它因应不同各行各业 它做了很多不同的Tempay AI的Solution 所以我会更加比喻 其实NVIDIA是一间 软件的公司 慢慢都会做 向一个叫做Cloud的公司 或者叫做Software as 一个Service的公司 而对于它来说 芯片只是一个收钱的方法 所以它更加像一间Software的公司 如果你就这样看整个Diagram的图 其实如果跟AMD或者Intel对比 AMD、Intel都有CPU、有GPU、有DPU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Library 就是下面那里 但是on the top library 例如有没有什么Application 有没有不同的SDK 其实这就是NVIDIA的强项 比如上面那里 就等于一个Android的平台 Android平台里面 它还要做到很多不同的小小Apps 给你 有点像腾讯的小程序 你只要在腾讯的小程序里面 你写一个很简单的设计 基本上你就可以用到腾讯的所有的支付 的沟通的认证的问题 整个腾讯的小平台给你解决了 小程序给你解决了 它将所有大家重复要需要的东西 它就一次过给你处理了 这个是形成了整个NVIDIA的生态圈 AI的生态圈 这么complete 的原因之一 而这件事是非常难 可以让其他芯片公司取代 好像下面AMD的CPU AMD的GPU 或者Intel的GPU 可能它做得算力 或者成本可以比NVIDIA便宜很多 但你没有上面这些软件的支持 没有Android平台 其实你在上面所开发的东西 你不能重用 而你也要浪费时间自己开发上面的Android平台 这个是对一些现在AI的初创公司 或者就算你未去到Google Amazon或者阿里巴巴 这样实力公司 其实你是没有那么有实力 有那么有时间去开发那么多东西 亦都要在里面中间 你有很多update debub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 看到NVIDIA成功的原因之一 是整个控制整个AI的生态圈 所以其实基本上 如果你就这样看硬件的话 现在很多人都会比较硬件 Intel 的硬件有多快 AMD 的硬件有多快 但很少人去比较它们的生态圈 的硬件 它有没有相对应的东西 所以 未来 2023 年 NVIDIA 主要就是靠这三组的系统 在Data Center 竞争 最左边就是GRACE 即是CPU 它将会第一次去打集这个X86的市场 这是一个相对 是对AMD和Intel 有多有伤害性的事情 X86的市场 现在有一个新的搞局者 就是NVIDIA 去跟他们争取 中间本身AI的NVIDIA 已经是佔有得最强 刚才所说的所有软件 都已经有了 而右手边的OMLiverse 基本上市场上唯一的产品 即是你没有一个 在市场上找到好像 OMLiverse NVIDIA的解析 那麽complete的产品 所以其实在芯片的一个 即是现在一个 downside的情况之下 其他的芯片商 其实真的要很小心去看 他们的投资 有没有一个足够的 即是足够的胜算 去跟NVIDIA竞争 在这方面 另外就是关于Tryla Band 除了中间的Hopper 是不可以销售给中国之外 其实左手边的GRACE CPU上面 其实是可以销售 右手边的OMLiverse 系统也是可以销售的 收入的门楼其实都提高了 因为其实 只不过Bang是中间的 其他两个 其实它都是发展中的 一个项目 好像现在腾讯 常常说的数字 Marsun 或者Dissaltrain 其实腾讯 我相信阿里巴巴 都会很需要去买OMLiverse 这类型的系统 现在市场上唯一的选择 而GRACE 等我会说 GRACE有什么好处 GRACE基本上是 现在好像NVIDIA 买一些高级的AI 那些训练器器 基本上它一定要配搭 没有GRACE 之前它一定要配搭AMD 它要配搭Intel CPU 现在有GRACE 基本上所有买得Hopper的人 就必定选择GRACE 所以这件事 是会令到本身 做AMD的APPE 做开的CPU生意 突然间会有一个 非常大的竞争者 另外 Jason Wong也说了 这几年 所开发了多少的软件 现在是有3,000个应用选择 也有超过12,000间的startup 在用这个生态圈 中间差不多有3.5亿的开发 也有在用AI的公司 超过35,000间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基本上它是做超过3,000个apps 550个SDK 就是刚才所说的template 而这550个SDK 只是过去12月 超过100个有更新 即是说你是要越多 因为这个生态圈 是一定要越多人用 越多少人自己用 你那个SDK的更新 那个debit 才会做得越来好 生态才会越来越比较 而另外也有超过25个新的SDK 在过去12月产生了 所以这个生态圈 非常之蓬勃 亦都非常之多人使用 所以它的效果做得越来好 这个有点像Android的平台 如果你看到NVIDIA的网络 基本上你很容易找到方方面面 关于AI、人工智能驾驶 Omliverse 所需的不同的产品 SDK 你只要选择自己相关想要的东西 你都会有 这些全部是说一些软件的生态 所以这件事是 如果你对比Intel和AMD 那基本上你去网络里面 基本上你没有找到相对应的东西 而它们买芯片的人 你买了之后 你基本上要自己去开发 所以你买NVIDIA的芯片 你买它的软件 但它们送确程用来给你 如果你买Intel和AMD的芯片 你买它的软件 但你要自己开发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所以可否说他们现在有 3.5 亿的发展 其实他们这些全部已经困死 NVIDIA 网络里面 其实他们不是困死的 但他们有一个共生的关系 他们越多的话他们对整个生态越好 当然他们很多好像百度那样 其实他们都是想双轨发展 他们不想错失和 NVIDIA 一起发展 因为如果你不用人家用 NVIDIA 你就会和别人的差距拉距 但百度就会不断用 NVIDIA 的产品 但都会在同中尝试试 有没有某些地方可以用自己的芯片 所以其实很多都是双轨制 我不会放弃用 NVIDIA 但我都会在可以的空间里面 发展自己的芯片或者自己的 SDK 但是当你未去到某一个程度 即某一个规模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开发自己的芯片和 SDK 其实往往的成本是比用 NVIDIA 贵 即是你要去到某一个很大的一个使用量 你开发自己的 SDK 或者开发自己的芯片 才会有数位 而现在 NVIDIA 的先发优势 就是我已经有这么大的使用者 我的生态圈和 SDK 我写一个好的 SDK 可能有3.5M的用户用 我除开其实成本可以相当之便宜 这个是先发优势 而这件事暂时看不到可以逆转的方向 只会是越来越多人用 因为多人用越来越吸引更多新的人去用 现在的趋向是这样 看起来越来越大 那它会开发的多样性会越来越多 即你想到的问题 它们已经是遇到的 如果不是你自己开发的话 你当你使用者一出来的时候 才发觉原来有这样的问题 你会成为生产周期来很多 而这件事是看到 即是等于当年的Window 你统治了Window 即是Window和Android 你当使用者的建议去到某位 其实其他新的OS很难和你竞争 另外一件事就是Grace Grace的好处就是 基本上就是为了Hopper而生 即为了刚才所说的 Hopper这个训练的AI chipset而生 可以做到很高的一个 Memory的capacity 基本上是可以 如果有Grace的话 基本上我相信所有买得Hopper 买得NVIDIA的训练的芯片的人 一定会配搭 因为Grace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 boost 令到Hopper 可以将它的能力更加提高 我想讲讲关于整个公司 看完整个GTC之后 对它公司的那个看法 现在它已经是讲了Q3的时候 它会达亚湾的收入去到5.7 比较好 其实就这么计计 基本上就是 Gaming那些会更加一步的收缩 我认为这个大概是1亿亿亿 大级 25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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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 现在应该可以保持到 其实大部分公司整体的芯片设计 其实基本上就是预约卖给DT Center 卖给Cloud和卖给专业人士 所以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这些是可以提高生产力的产品 我相信是一个高通胀和一个经济差的周期里面 科技是一个最好去解决这些方法 所以如果你的产品芯片是可以有效地提供生产力的话 可能你一粒芯片可以顶别人几粒芯片 假设的话这个在市场上是有竞争力 在一个经济差的周期上面 亦都可以增长到的公司 如果就这样计算的话 一个Billion等于多少张显卡 基本上如果你卖900元的话 基本上等于1.1M张 DISPLAY卡 现在差不多一季要卖100万张卡 即一个月差不多卖30多万张 以前来说是不难的 以前好像卖Laptop 卖PC其实销量很高 但经济差的周期 其实要卖到这个是相当之难 而这件事发生不仅只有NVIDIA面对 其实Intel和AMD都是面对PC和GPU 是卖得差的情况 是的 最后想讲讲就是整个 Data Center 芯片的投资的情况 如果你就这样看 这个就是在研究报告里面 我们看到整个Data Center 的投资周期 其实是由05-06年就开始 有个几明显的上升趋势 去到差不多2016年之前 其实基本上所有的Data Center的生意 都是被Intel弄断了 由2016年之前 2016年 在5年发生什么事呢 这5年Intel的市场共产 其实基本上没有增加过 就是Intel在2016年到2022年 其实它的Data Center的销售 都是4.5B 每个季度 而当中的全部的增长 其实整个Data Center 的销售增长 全部的来源在哪里呢 都是在NVIDIA和AMD 这个是一个挺恐怖的现实 即你见到Data Center 越来越多人用 越来越多人用CAL 但其实Intel在这个市场上 在5年取不到任何市场共产 即生意没有增加 市场共产基本都取不到 而其实整个Data Center的Golf 基本上年增长是14% 而另一个更加恐怖的现实是什么呢 NVIDIA 拿到差不多R1上个季度 拿到差不多R1 4个Billion的Data Center的销售 全部都是在GPU的情况之下 那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基本上由2016年开始 整个Data Center的增长 其实都不是在CPU上面 都是在GPU 即NVIDIA 创造了4个Billion的Data Center 业务的生意 基本上差不多占40% 那AMD就是靠CPU 在R12020年打喉 就拿到差不多15%的市场共产 这是CPU的生意 而Intel就由本身 1百分之1百的 2016年100%的Data Center的垄断 现在占占45% 就在上个季度 所以如果你看2022年 第二季的情况 NVIDIA AMD和Intel的占比是什么呢 NVIDIA占4成 AMD占15% Intel占45% 而当中NVIDIA 40%全部都是靠GPU Intel和AMD 差不多60%是靠CPU的生意 我的认识是什么呢 未来2025年 当GRACE出现 即NVIDIA的GRACE出现 NVIDIA会取得其余三成的CPU 所以当时的占比有机会 是到70% 20%和16% 而AMD我相信 因为有竞争者之后 它会保持到现有X86的市场 就已经是相当困难 而Intel的Data Center 占比可能只剩下15% 所以未来 其实Data Center的生意 你卖不到GPU 你便搭不到好的CPU 去买 所以竞争是非常激烈 这是我的认识 你会看到现在这一刻 所有Data Center GPU的情况 其实NVIDIA 基本上拿了84% 我会对未来2023-2024年 整体Data Center的看法 我相信Data Center的生意 也是会升 而对NVIDIA来说 GRACE出现是相当有竞争力 去打现在AMD和Intel市场的生意 对使用者来说是相当有利 因为现在是一个很竞争激烈的市场 当然经济差大家都不买东西 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而三个芯片小键里面 我相信现在拿了先发优势 就会在最终赢的机会相当高 后者好像Intel和AMD 除了在芯片上竞争之外 软件上要取长步 即是要相当之 要给更加多的努力去追赶之外 其实下一步 即是要像NVIDIA 去做Cloud as a Service 其实也是下一步要立即做 否则其实只会越来越 垄断了那个Software 就会垄断了Cloud 垄断了一些订阅 订阅基础的东西 其实将来更加难去买芯片 使用者角度就会更加放映在NVIDIA 使用者不理 使用者就心想 总之我就给这个月费 我看看哪个月费便宜 我看看我给了这个月费之后 有什么的Software可以用到 假设Intel开发了一个Software 也有这个Surface 人家卖50元一个月 你卖39元一个月 看看哪个便宜 要用哪个 所以变成了芯片已经不重要了 Software也不重要了 最重要是你的月费 有没有月费计划 第一 你的月费计划的功能 够不够人家强大 人家有多少SDK 有多少SDK 所以如果你的使用者规模越大 你开发每个SDK的成本 都可以很低 可能Internet的月费很便宜 但你只有5个SDK用 而NVIDIA 可能你给一个50元的月费 你已经有过8个SDK用 这个是去到那个用者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他人就很难去追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芯片的竞争 现在已经是一个由软件 去到一个SARS的竞争 而这个是我看到整个GTC 在Jason Wong 整个公司的整体布局里面 他的一个看法 如果就这样看 如果真的好像2025年 他可以拿到七成的Data Center的生意 如果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之下 这里等于每季到7个Billion 而现在我就这样看 GRACE 出现会令到它在GPU 在CPU 市场上相当之有竞争力 还未说刚才所说的 软件或软件 令到它那个Ecosystem 更加有一个垄断性在这里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 我整个GTC 看到的不是芯片 我看到是一个 由软件和软件的布局 去垄断市场的一间公司 希望以上资讯 帮大家讨论 不涉及任何投资买卖的建议 我们的证监会持牌人士 不排除本公司员工客户 持有上述所降股票投资 在投资前做足够风险 会有需要寻求独立专家的意见 多谢